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在我跟王妃旁边的就是梁文道 她惨啊 她头都被砍掉啊 她的身体都是她 那时候她还没做商台台长 为什么人家香港这个引荐周刊 人家选择我不选择你了 文道 那时候她还没做 忘了重点要挑个姓豆的 那时候她还没做商台台长 要是她那时候正好是商台台长 你就没份儿了 她在旁边护驾护得那么起劲 这个大半个身体 其实就是我在香港没有什么名气啊 她可能纯粹就是看这种姓豆 姓豆 就像那个新疆那个观众来信嘛 骂我嘛 说我认为你把你们的女儿那个抛弃了 你是个很不负责任的父亲 以为信豆的都是跟王妃吗 真是 我不是 我跟你讲 就是我看这个香港这个娱乐版 他说正事 是吧 说苍微行吗 现在都说苍微呢 我跟你讲 你就看这个娱乐版 给你讲的这个故事 你看这个照片 我给你念 他真会编 你看 王力宏 他现在李安带着他们在日本宣传这个片子 你看王力宏就 痴痴的看 你看这眼神 然后呢 青懒先腰 然后这个文字你知道吗 汤微 因为在色界中全裸和梁抽伟演出火辣床戏 点着了他内地演员男友 咱就不说名字了啊 内地演员男友某某的度火呀 导致分手 由于微仔正在河北赶拍新片赤壁 无法出席色片的连串宣传活动 对 造就王力宏和汤微经常一块宣传 造就 对 接触多了 两人的感情一日千里 哈哈哈哈 他们昨天在东京的记者会上更是公然 也就眉目传情 哈哈哈哈 然后呢 说在昨天 就是刚才我们看 没错没错 昨天记者会上啊 王力宏对汤微照顾的无微不至 不但替他针水 又提示他哎呦 有人照相看镜头哎 哎 他还不时情深款款的望着汤微 超出了一般社交的所谓绅士风度 加上他们俩每个举动都特别合拍 不禁令人怀疑 刚刚失恋的汤微 是否正在秘密 与王力宏 他这用的一个词 就广东话 左边一个几手旁 右边一个到达的达 点着了 有点像我们说的拍婆子 就拍着吧 大概是拍着 好 王力宏接受访问时说 我在戏里到戏外都对汤微有爱情感觉 我对他印象很好 我们都是新人 要互相扶持 你说他能讲出这故事来 太厉害了 就抓着这几张照片 几句话就编起来 那再回到戏里边 汤微已经对他失望了 对 没错 没错 失败了 对不对 在戏里边 但是我很不理解 为什么汤微的男朋友跟他分手 难道真的像记者说的 就是因为电影 所以你不看娱乐版吗 我就告诉你 你先要说 第一是人家有没有男朋友 第二 人家男朋友有没有跟他分手 你看娱乐版得这么看 你不能以为那是真的 有没有男朋友 那我哪知道 又不是我 反正我知道他不是我 我看到报道时好像是有 而且是在赖生川导演的下面的演员 是吧 而那个汤微是赖生川推荐给李安的 那我看到的报道 娱乐娱乐娱乐 这样子就有问题了 这样就有问题了 我也准备向李安导演那个学习呢 以后我找女伴 李安导演的名言 这是什么 现在全瓦掘出来了 说当时李安导演模糊的 给了那个副导演 就挑演员 从一万个人里 万种选一 挑这个人李安导很模糊的给了这个副导演一个指示 就是说他们别人不要的 我要 你吗 就是别的导演 选不中的这些了 我要 你看这个审美标准 所以以后我也是这路的 你们都不要的 给我 哦 这样很独特 是吧 很独特 但我觉得最奇怪就是 如果你男朋友自己是个演员的话 那就不大可能 因为女朋友演了这么一个戏 就觉得无法接受 大家都知道这是演戏嘛 对不对 有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吧 怎么不能接受呢 这是专业的演员 有演员的道德嘛 就你演任何戏 你的身体都是个工具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你就算从他 他男朋友就算不是个演员 是个普通男人了 你也可以换另一种想法来思考的事 怎么想 说 你们怎么样 大家都看到了吧 啊 我女朋友行吧 世界里头的表现 大伙很羡慕吧 我跟你讲 我一载跟他才来那一次 我天天能跟他来 你怎么是赢贱的 你怎么比香港人 跟老板还赢贱的 我要是 我就 所以我就说我不能看 我一看 我比谁都贱 我要是搞这个 我就是发财了 真是想不通 我思路 你既然说这个 我给你看一个裸照 那是 不能说是裸照了 真有裸照 林青霞 那咱们当年 包括裸照 的偶像 人家说林青霞 现在都到达那种 在家里就是写写字 看看画 对对对 拒绝一切 没错没错 他不搞娱乐圈 最近探访 机械林 国际大师 你知道吧 我为什么说你看 有一个悬案 总共有20张照片 现在不知道在哪里 就是 有一个著名的义士 当年林青霞和邓立军 这对姐妹 跑欧洲玩去吗 到了一个天体沙滩 姐妹俩就说 你敢不敢 咱们也来一个罗勇 于是在傍晚时分 他跟邓立军 就出现在海滩上 罗勇 然后互相间 真的假的 互相间 拿这个照相机 每个人给对方拍了10张 有这个正面全裸的 然后就说 邓立军的由林青霞保留 林青霞的由邓立军保留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 王秦始王牧师的 这种东西都找得出来 我关心这个 人家简报的娱乐版 对我天天简报 照片去了哪呢 这很让人挫火 因为后来两个人都找不着了 林青霞翻向导国也找不着了 而邓立军在生前也是说 你的照片呢 不见了 这个世界上 存在这俩人的各10张照片 你说说 到底在哪里呢 你在我手里呢 我手里是这张 我手里是这张 你瞧见没有 这是我们娱乐版 这是谁照的像吗 你看这是当年 林青霞也是比较少见的 穿着豹纹这种泳衣 这太少见了 很美的嘛 你看你就刚才说 这个当演员的男朋友 这是谁照的呢 这是秦汉 当年秦汉给他照的 看得出来 拍这样的照片 一定是 应该不是一般记者 应该是 一般记者 应该是有情人 对不对 你知道就是 我就看他就挖掘出来的 这个故事啊 也让人挺感慨 当年都说 金童玉女嘛 林青霞 跟秦汉 跟秦汉嘛 后来你就发现 这特有意思 我觉得跟当年邓丽君的 某些故事 也有相似的地方 就说这个秦汉呢 是抗日名将 你看人报纸上都讲了嘛 孙文良之子 他不姓秦 他本来不姓秦 那算名将之后 可是他犯了 人家这个报纸上讲 可惜犯了男人 最大的错误之一 早婚 这二十出头 家里人就 男人最大的错误 德文涛尽量 在避免这个错误 一直到今天 就不欢 他尽量 在避免这个错误 男人最明智的决定 是很明智 在避免这个 男人最大的错误 他其他错误可以犯 就这个错误 至少还没犯 你说这个 还作对了一些 对我有点提示 有点提示 他就说 家里早早就安排了嘛 这个林青霞 不是秦汉 秦汉就跟一个富家女 也是豪门 名门之女 结了婚 还生了 是不是生孩子 我忘了 结了婚 但是呢 这两人拍戏 老拍这种穷摇戏 难免触景生情 这样好了 这是当年 触景生情 这样用的 这是当年海内知名的 当年海内知名的 俩人苦鸳鸯 最后为什么不成 就是因为秦汉 说原来的太太 我这可不是瞎编的 他们相关的朋友 回忆 前面你说过娱乐版的东西 不能当真 对 说太太 那个时候 几乎天天看管着秦汉拍戏 其后十年二十年 都要夹在中间 曾经自杀 也曾经发毒誓 你想这个老婆发的 这个毒誓 是什么毒誓 就说 虽然和秦汉离了婚 但是秦汉和阿猫阿狗 再结婚 也不能和林青霞 如果他和林青霞结合 不管天涯海角 我都一定会到场大闹婚堂 甚至公开 在他们婚礼中自杀 让他们一生不得美满安宁 这不是我说的 东方日报娱乐专栏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对不起林青霞 怎么样 看着当年的家人林青霞 今日的家人汤为 两位有点 坐不住了吧 没什么 咱们都一样 咱们都一样 不是 就是这种拍照的方法 那种处理的方法 都很像 你说这种娱乐故事 怎么样去拿着一些片段 然后把它组织成一个故事出来 那么这些故事到底想 告诉别人什么呢 就我常常在想 就是你那么喜欢看娱乐版 而且你把它简报收集 我很好奇就是 比如说你知道了王力宏跟汤为的一些事 就算真的有事没事也好 那意义在哪里 我总是很不懂 我跟你讲 既然你这么说 我怕你说我这个比俗不堪 我给你找一个大师 我是向Andy Warhol学习 美国的大艺术家 说20世纪多伟大的艺术家 Andy Warhol什么路子 什么都留着 一切都留着 他就是说 这个社会现实 就比如说他为什么画画 要画一大堆可口可乐的瓶子 这就是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整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这个 所以我把它端出来 这东西也是一种社会面貌 你们要看这个 发行量高 整天都在搞这个 我留这个 但我不明白 就是比如说 你有特别的嗜好来收集了 这就是 但是一般人 比如说你看到汤为 可能跟王力宏没来眼去 然后怎么样 你问的这个问题很深刻 就是说人的这种兴趣 是怎么 你的关系在哪里 他们会得到一些满意 比方说 假如关于这些人 有一点负面的 那有些人就觉得 你看他虽然这么出名 可是你看他要这么拖 就是很多人会 总之是有一种满意的 很早以前 我还是要讲鲁迅 那个分析 那个袁令玉那篇文章 他都讲了 他说那个观众看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这个 袁令玉这个自杀 你看他虽然很漂亮 可是他自杀了 他虽然这个很出名 可是你看他是这样的人 看的人呢 在这个满足当中 其实是满足自己内心 我跟你讲 我是什么 就好比说 我看这个他们弄这个 讲这个汤薇王力宏的故事 对吧 因为我跟你讲了 我根本就认为他是虚构 对吧 所以说呢 我可能没考虑到 对人家当事人的伤害 但是我实际上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就乐 好比说 我就笑 他会 就我觉得 真好玩 像我刚才跟你们念 你们也笑吗 很好笑 他是一种让人开心 再有一个呢 你比如说像林青霞 那林青霞是我当年心目中的那个 女神 偶像大美女啊 哎呀我一看照的这个很性感呢 而且他那个很多皮肤 我过去没见过呀 我现在看见了 很多皮肤过去你没见过 对 拍得很美嘛 不不不我们刚才讲 比方说假定他真的是有个男友 假定他这个男友真的是因为他拍了床戏而不高兴 这个心里我就想起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跟你说过 有一个人叫李威 知道吧 这个呢我就有点想不到 也是情色 我给咱们出一下 李威 三人行 三人行 中间这个是李威 这边是前 元啊 中石化的那个那个总经理 这个这个陈同海 这个是元了啊 青岛的这个书记 杜世成 这几个人现在都是触犯 触犯法律了 是吧都给 我我这个当然是关系贪腐的问题啊 但是我所感兴趣的就是说 这么两个男人 他们地位这么高 他们怎么能够同共享一个情妇 这个你能理解吗 讲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基本这个陈 我跟你讲这个陈同海啊 他是元中石化集团总经理嘛 对 先是他 董事长还是总经理 文热写总经理 他跟这个李威 这个李威啊 原本是个云男人 后来拿了香港身份证 可能是他跟这个李威 曾经保持亲密的私人关系 后来经过这个陈的介绍 认识了杜世成 跟杜世成也建立了亲密关系 那这两个男人彼此都知道 那应该是 这里边我有几样不大能够理解了 嗯 那个男的下面这个男的这个这个是中中什么中石油 中石化 中石化这个算一半做生意吧 一半官商吧这样 对 他把自己的一个女人一个一个情妇介绍给一个做官的 这个还可以理解 可是那个做官的为什么会要呢 这个我有点不大理解 你知道我听说他们在东北啊 沈阳这些地方他们那些有钱的人啊 他们都包一些漂亮的女生嘛 据说有一个规律就是说 哪一个女的被其中一个包过了 如果不要了 没有其他的男的会再抱他的 你明白 大家都知道他是谁谁谁的 因为他们就会觉得 觉得不好意思 穿旧鞋 第一是你是不好意思 第二他会觉得 我没必要嘛 他本来就 他们这些人又不是说像农民说 两个男的 欠一个老婆 没办法 那都是你想 多大的权力 这还是把女人当成玩物的那种心理 觉得我玩剩下的 你觉得他们是崇高的爱情 不是当玩物 是当玩物 我说的就是 可是当玩物怎么会玩这个二手的呢 我懂了 这两个男人其实虽然都贪张王法 虽然都包养亲父 但有一点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这个精神很节俭 简朴 简朴 就是简朴 对 不要自己包一个 物尽其用 对 没想跟别人一块包 两人用 我真的有点想不通 比方说这个男的把自己的送过去 这已经是 你可以说是不像一个男人的行为 但是为了经济行为 雪儿 我觉得你隐藏着男尊女卑 是是 怎么就不行了 光许你们男的一个人找两女的 那他这个人不许女卑 一个人找两女的 对对对对 从李卑的角度 我很可以理解 我觉得他很成功 他把两个有权力的男人 同时都在自己的群下 他很成功 可是你站在这两个男的的角度 要你们行吗 那我又可以帮他们说话了 就他们除了这个朴素之外 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他们都很尊重女权 就他们没有从一个男尊女卑的想法来理解 这个你看以前都都都都读过沙特夫人的书 没错 没错 这个女的呀 也不是那么简单 光是个漂亮美眉 这么简单 他利益上啊 有些女的是 他不是漂亮美眉 他一不漂亮 二不美眉 共同的利益链就是也也也会这样 我先去广告 我再跟你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文道说的也有道理 就是这三人虽然犯的是别的罪 但是在这个共建节约型社会这方面 没错 勤俭节约为荣 勤俭为荣 女的不够嘛 咱哥俩就共用一下 对啊 这不是很 他们虽然败污 但在这一点上 比较节省 还有一个解释 就是非常尊重女权 对 对不对 你不计较 没错没错 徐老师 我里面问刚才问的问题 我可以跟你讲 中国男人呢 这确实很难过这一关 说甭说俩男的共用一个女的 我跟你讲 我就是比如说过去 曾经跟我好过的一个女孩子 我的朋友 我很好的朋友 看上他了 我跟你讲 我都要犹豫一番 我但最后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我还是给他们搭桥 让他们好 然后做出这个选择之后啊 哎呦 还要被自己感动 而且情绪几天都郁郁寡欢 然后正去看那个电影蜘蛛侠 然后看见蜘蛛侠里有一句台词 说说是的 你总可以做出选择 而你总可以选择做一个好人 我就哭了 我相信我 然后还这么哭 你看蜘蛛侠 然后还说出来说 你看我们男的朋友之间的友谊啊 也不比爱情差 就用这些谎话来 就等于说 即便是一个过去跟你好过的女的 你把他 我其实借这个事情我在讲 我们不跟贪官无关 我在讲是 是是男人的问题 但是怎么会他们就过得了 这可能是有一个利益网络 你比如说 我常常想起来就是以前 法国启蒙运动时代前的 不是很多巴黎的沙龙吗 沙龙的很多主人是女主人 而有一些沙龙的女主人呢 对啊 就是一些 但也是个利益网络 他们是艳名远播 那个沙龙是怎么回事 沙龙就是 民流圈子里头啊 文化人啊 乔治商招待 肖邦 对 一堆这种人 大伙混在一块 那么这里头呢 大家熟了 有网络了 彼此有一些利益输送 就是比如说 我给你蓬蓬场 我给你写个剧本 我给你怎么样 这种这种的 那么这些女主人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么有些男人呢 就务求能够做到 这个女主人的入目之兵 那么他明明是知道 这个女人呢 她呢 是现在单身 她或许有老公 或许有 也跟别的男人 有怎么样了 我们都听过都知道 她还是想争取 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就很奇怪的是 透过跟这个女人的关系 加入了那个网络 那个圈子 对 你可以这么来理解 就是基本上道理 还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就是一起贪污 没错 也要加一个女的 比三个男的好好控制 对不对 什么叫一起贪污 没有没有 就反正那女的 他认识的人多嘛 有些女的呀 我跟你说 绝不是姿色那么简单 你们的问题就是 他们还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纯粹是一个利益 也可能会有感情 就可能混在一块 那你说梁朝伟跟汤伟 有没有感情 那就是在色界里啊 那那不就很复杂吗 在电影色界里有 在小说色界里无 就是比较爱 你看你就说 在小说色界里 就好比 其实贪官 他还是利益第一 但是呢 他可能也会觉得 咱俩还真能斗上点感情 也有一种温暖甜蜜 对不对 最近有一个伦理的事情 你知道英国有个妇女 你看这个有个照片 还好漂亮 她就是要捐金 只要人家捐金 可是她捐金了以后 她就发现捐金这个方法不好 她就去跟她做爱 就是建议就跟她做爱 而这个做爱是完全不带任何感情 就是说 我就是要你的金 将来也不要你负任何责任 这种就引起